血库拉紧报台东捐血站表示 目前在台湾血液基金会的网页就可以看到 血库属于亮红灯的状况 库存血量低于4天非常危急 捐血站也呼吁希望民众能够卷起袖子来捐血 而对于年节将到 期盼血库的充量能够充足 在医疗用血上能够支援 让病友也能够回家过好年 血库拉紧报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的网页 可以看到血库属于亮红灯状态 库存血量低于4天 以南区医疗用血平均一天会用到1500袋以上 库存量撑不到3天 血液基金会的网页上面都可以看到 这是属于亮红灯的状态 亮红灯的意思代表是说 库存只有低于4天 以这个南区的库存量来说的话 其实医疗用血它每一天都在 1500袋左右的医疗用血在网页 所以库存撑不到3天 疫情稳定 虽然捐血人数有在慢慢回流 但依旧赶不上医疗用血的使用量 而近期天冷 就像寒流来袭 民众相对就不太出门捐血 整体来看 血库存量呈现供不应求的情形 在稳定的捐血有比较回流 是毕竟赶不上医疗用血 比较是病患用血增加 尤其现在是寒冬的季节 情绪管疾病或者是重症的病人 需要幼血的机会 大大的足够增加 所以变得供不应求这样 也是希望能够让 就是墓血能够让大家能够 让病友能够回去过个逃劫的一个 毕竟今年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大节日 所以希望墓族除备除够的疫症幼血 能够让病患能够治疗完之后 就可以寻意地回家过个逃劫这样 年节将至台东捐血站表示 期盼民众能够卷起袖子来捐血 让有需要用血的病人 能够有充足的医疗用血进行使用 让他们能够回家过好年 节奔罪与台东市报道